那呢 就想儲一對Trad回來啦 那對Trad呢 就要儲多500元啦 那好啦 那現在剛剛賣完的東西給Aducer呢 就立刻想 即是快點AA 盡快A呢 就盡快試試推走塔啦 那呢 但你也要留意其他路喔 那看看其他路上的支援啦 那最近你一下stun一下swap呢 現在6已經去熬到6了 那6的時候呢 你已經有兩招很厲害的招啦 即是留人或是救人呢 都很厲害的這兩招 那所以呢 stun和swap 所以呢 你就一定要支援啦 那你打仗遊呢 最重要就是支援到自己的... 那你就試試走前一點的一個位置 就試試swap 之後再stun啦 之後他也很聰明啦 那就彈一彈啦 那繼續推啦 那看到Sniper就立刻下第一招啦 那就盡快推塔 那你就要移開2的screen 先去前一點的位置 那隨時看看可不可以swap到 但你見到他們走一點失誤之後 馬上swap一下stun 再喊之後呢 就連環射了幾下之後 一下assassin... 有沒有assassin... 那就... 應該就沒有了assassin... 那在這裡呢 你見到Sniper給Clingz追了 還有DB 那你就可能頂一頂那隻Clingz 但是很可惜啦 因為他都wap了 那才殺死那隻Sniper 所以我都不打算救了 我自己認到沒有了 那看到有隻藍色的來支援了 那你就留一留在戰場先 等...等魔...回...回一回魔 那看到120就差一點而已 就可以出到Sniper 那之後有隻走私都來了 然後水呢...水不中了 那一下船就船中了 船中了一隻手指 那最主要是打...不要打個X 就打一隻輸出大一點 那一下子之後 一隻span都來支援了 然後再一下身呢 就殺死了那隻X 那之後呢... 那船長也都弄了很少血 弄了一滴 那Clingz就追著... 那Clingz呢 那Clingz呢 嘗試找到一個黑色的位置 然後一下AA 然後Clingz就給V一身 之後再span一下身 之後再幾下AA 之後就兩邊這樣包叉夾住他 之後就應該死了 那Clingz就應該死了 那就刺激啦 那就記住啦 要訣就是 如果你這麼滿血 就買一個魔棒 那如果你留在轉場那裡 那魔棒就會越來越... 就是會吵到Charge 那之後啪啪一下 你可以再出多一招 那我剛剛呢 由沒有魔出一招STun 到是變成很多魔 就出了兩招STun 所以不要第一時間就是B 那看看你們有沒有自己隊友的支援 再看看對方的選擇 看到剛才這隻X千萬不要打他 因為打他需要久很多時間 而且輸出也很少 因為剛才沒有creep他也沒有喊到任何人 所以也沒有需要去Stun他 根本上就是Stun一隻咒師 咒師幾下電輸出大過那隻X很多 所以選擇Target的時候要選擇得更好 之後Klings出來想追殺Syrus的Kunkar 你就要反應快 因為他一定會出來 只剩下1-2下 他剛才火箭應該死了 但他就沒有出火箭 但他一出來就立刻Stun他 令他輸出時間最少 而且他亦都被嚇到出來 因為他害怕 所以就 之後就可以反殺Klings 之後就買了Dust 就用來殺Klings使用 而且買了Dust 在這個版本Dust很容易 用來Gank人 或者去避開Ward 也很有用 然後就Rearrange好自己的Item 其實因為改件 其實去到這些 差不多打到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改件 那如果 一定要改的 所以如果要打到 你看到我的操作 或者買雞 都用得很快 即使用Item 都不會移過Mouse 去按一下 之後又再 按 對 不會移過Mouse 去按Dust 之後再去Stun 這樣就慢了很多 或者 如果改件 按一個鍵 按一按鍵 之後再去Stun 就可以 快一點 而且如果Klings 一忍認得遲 你可能會失去 因為他跑得很快 因為他跑得很快 一失去 就殺不了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改件 然後撞到那隻X 那 就 其實沒有打 看到後面兩隻超大輸出 然後一Stun 就伸中我 幾下技能輸出 我就被瞄了 不過我剛剛的走位 有點失誤了 那 自己一個就 喊上去 那很幸運 那隻Sniper幫我保守 那這裏呢 就順利都 Bling Dagger 之後就應該可以 殺完一隻Klings 那 就拿到這個 撿暴橋了 那 那這裏 一個X Mark 之後 TRACK了 之後 水有水 就水不中的 那 X Fan也 都 不知 Stun 這樣就 就 就不要緊了 就拿下路的塔 那你現在 你上山的時候 就要考慮 你究竟要去哪條路了 那你就 那你就 喏 你 首先你看一下下路的兵線 你看到下路的兵線 其實很 很 你自己 是在推出去的 那你根本 你飛下去 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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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nd 到塔 也都 那兵線 也都 你不會去拿到 所以你最好就是走出去 因為如果你飛出去的話 你就 首先 你飛了出去 純粹是Farm 但是你飛完出去 你就飛不到其他路 去支援 支援其他路 那就 所以 你盡量 先看自己的飛 不要是不是 一翻身 就想飛去哪裏 哪裏的兵線最好 那就飛出去了 那就選擇 嘗試走去 其實走去 其實走去 在兵線 可能有多一批 或者幾隻 那根本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所以 剛才那種的情況 就不建議大家 呃 呃 呃 去飛出去 了 那這裡說 大家試試試試スティック 之後 來 但是 Ziris說不用了 那就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 可以接收住中間 等於引他們去打 就是可能三隻 剛才我們三隻在下面 煙燒了之後呢,就在中間 Kunker自己一個衝前 就是push 看到剛才下落有三隻,就開一開視野才好進去 開完視野呢 你就知道安全了 就可以進去 再順勢把窩在塔邊 就可以看到對方有沒有人TP落地 隨時擊殺 有一隻就來了Defend 剛才如果沒有窩就看不到 你就數不到大約幾隻 再試試開一開視野 我應該也會的 看看後面真的有幾隻 來Defend 開視野就看到兩隻 看到有宙斯和 MEDUSA 可以知道我大概要應付幾隻 看到中間那隻都miss了 你就要三打三先練炭一噴 再看另一隻,等一隻WARD看到他們 看到X都來了 下落已經有四隻 那隻Snapper硬爆 就被Defend 那就沒所謂了,最重要不要死 那隻Snapper 也在很前的位置 那需要救他呢 如果被人喊中,就一定要 SWAP 記住不要打X 打後排 每次進去的位置都不錯 就是XS 你應該殺到MEDUSA 然後繞一繞森林 令到他們找不到你 連到你之後再反 等到Defend 之後再反回去 之後就可以再出那些技能 那記住,走位也是很重要 剛才你看到我呢 決定進去的時間 就是等一隻X 等一隻MEDUSA追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沒有你X 因為X根本不值得你去打 之後就一下子Snapper 一下子Snapper 再跟上一下 一下子Snapper 就收走了 然後呢,你沒有了STUN之後 就如同一個廢人 唯一可以選擇 就是SWAP 記住STUN跟I 是同一時間出的 一STUN就馬上喊 或者喊了 然後立即STUN 那之後SWAP 就要看情況才出的 是比較難判斷的 然後呢 STUN完之後呢 就要兜一兜視野 兜一兜視野 即是不要讓他們A到你 吊著條命 等你的招呼降之後 再好像剛才那樣 反殺一隻X 那這裡呢 就見到Kings 剛剛殺了一隻Nutron 在下面的扶位 那就開一開Smoke 等他 等我們程隊走快一點 那但是 很可惜他應該TP了 我記得他是TP了去下路 那就 就 殺不到他了 那就 其實那個C路 都OK的 那因為Smoke了 那他就 如果對方有視野 然後Kings就會立即隱形得切 但如果對方有Ward 那如果看到你在附近 他就會立即TP了 那如果我們Smoke了 他就看不到我們 那在附近 他才看到 那我就可以立即Dust走去 或者你撞到他的時候 你的Dust 你的Smoke 是不是沒有了 你一旦沒有了 就立即撒到盲粉 就有機會捉到他了 所以Smoke 是有 即不只是整隊隱形的用處 可以 可以 可以探測到有沒有隱形的東西在附近 或者有沒有敵人在附近 那就可以 隨時可以殺對手 然後我就想一想買什麼裝 那其實我們這麼順風順水 我就想了一會 其實我想了可以出Skepti 之後就可以 更換幾次 但剛才 經過幾次團戰 剛才那些血量 都 即是 如果再想留久一點 因為現在的Command Aura 正在升 即是現在10L 所以 頭兩招都升盡 就會升那招 那如果你想留久一點在戰場上 我就會出一個 要是Vanguard 或者要是 就出 Skepti 那Vanguard當然有多血少少 還有可以 提升到一些 呃 肉體輸出 所以我就選擇了Vanguard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Vanguard或者Skepti 都不是很好選擇 如果人家很多肉體輸出 就可以試試 來個Go Scam 之後一個換位 就換了一隻 Me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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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他放了RT 那就很可惜殺了他 然後 Span 不知道為什麼 就去了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不打一隻Meducer 就搞到Meducer 走完自己的 就死了 剛剛見到 Cling Staff 走出來 你就撒了粉 然後就見到他 然後這裡 又被X叫到 就被他轉死了 這個團 這個團 這個 這個團戰 就打得不好 因為有一隻Sniper 在下面 永遠 現在才會慢慢的 那輸出最大的都不在 就是 開始了團戰 那我剛才的SWAP 可能就是 開了這個 團戰 所以就搞到 有個團 但那隻Sniper 現在來呢 都可以收回兩三個人頭 那這隻X應該都死了 因為那隻Sniper已經很肥 那就死了 沒錯 沒錯 那剛才你就要 即是 我可能有 剛才那個情況 我就不太冷靜了 就是 要分析 分析一下 現在的狀況 然後才決定打不打 那再買多一隻WAT 用來等下Roshan 那因為現在這麼優勢 如果推不到上高地 就可以試試考慮 去試試Roshan 這裡 ZARUS 即是一盤塔就要死了 那其實現在都是找個 時機 去試試推上高地的時候 那你就盡量報告一點視野 然後試試買Smoke 或者什麼 試試捉一兩隻 即是攻其不備 那這裡呢 一隻Cling 現在想和Sniper一隻抽 就吃了一隻Cream 反而不吃大Cream 應該吃大Cream 剛剛吃大Cream 剛剛吃大Cream 就加多些Damage 那這裡呢 看到那隻Sniper 就被Lina 刺中了 那你就要 立刻反應快 換走那隻Sniper 刺中了 不會被Lina 大招一下就收走 那剛剛 那門位呢 就可以救到那隻Sniper 從而呢 搞到自己的距離 都可以立刻 快一步 刺到Lina 令到他輸出 還是少一點 那所以 反應要快 記得 用OT的時機要好 然後呢 殺了那麼多隻 其實可以試試Roshan 但是 很可惜 就沒有這樣做 現在就 找到一隻Meduza 之後 她的Sniper 扣了很多 那你就一喊 記得喊是壓扣到 扣到人的血 所以剛剛就是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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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那就等大家Revive之後呢 就試試一波推上去 那我就儲到那個1100啦 然後就買了 出了一個Fengard 那現在還是等那個Sniper 的了 那就插了一隻高地眼先 之後就再插一隻Roshan 那就可以看到她們究竟有沒有來 如果有人來 你就可以馬上 搖起啊 或者 什麼都好 就是Turistun啊 防止人家搶 Roshan 那最好 因為人家有Klingz 那你就要想 有Klingz 可以Infeast進來 衝進來 拿我們的Agees 那我們就馬上買一支Sentry 那就 記住 有鼻無眼 如果被人搶了Agees盾 就不好了 對不對 那就 就 買一支 買一個Sentry 那就 就 防止這件事了 那看到中間這裡 就 小小 不止 開OT 就 就 好了 那 他們不選擇Roshan 好像不太想Roshan 那我就 要 迫於無殘 就要跟他們一起 在那 一起 推高地 好 幸好 Cyrus 都是馬上跑去Roshan 那我 他們兩個 就去Roshan 那 很自然 有人看到Roshan 就會想去拿個盾 那 就會勝負到 那 叫一叫Roshan Animation好像是拆了G Sentry 但其實他們沒有拆到 所以你們要留意 那 看到其實他們 都是在 Defend 看到他們Defend 已經已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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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來搶我們Agees 那 就 給我一隻Gonda 這時候 應該一波推上高地 那 那 就記住 你現在 就 有Vanguard 再加 應該吃到第一波技能 那你就 盡量站前一點 之後 試一下一下 換入 如果你 好 你就 不要 站太前 站後一點 用那些 換位 來救人 如果人家有Void 或者Nevermore 那些範圍技 那些英雄呢 他通常都會製出 BKB 那些 那BKB 記住是 使用不到 就算他BKB了 你也可以換他 那 所以如果 Nevermore 用BKB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走 就是BKB RT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走他 搞到他 RT RT 那 那 如果 那隻Void 跳進來 之後開了大罩 那 那 那 你就可以 換走 RT 然後 RT 可以隨便 變成 樣子 就可以 救了自己 也可以 輸出 所以 你這張 要看情況 而 決定 站位 我們剛才 他們沒有先手 沒有這些範圍的英雄 我就可以 站前一點 而且 我們現在的裝備 都掉了 所以 根本 就不怕 會被尿殺 所以 就可以站前一點 現在 基本上 都 差不多 完了 那 就 講一講 我們 現在的狀況 多數 我們都會在 HK02 台灣房 或者台灣房 這些 來玩的 那 其實現在 經常 可能 有 7個人 8個人 經常差一點 就可以 10個人 如果大家 有興趣 什麼人都好 無所謂 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 試一下 裝個GGC 或者 總之 其實 加我Skype JK90 加我Skype 也可以 然後 可以 一起玩 然後 可以 對 我玩 所以 其實 他們的裝備 都不會太好 所以 買了一個 Ghost Gap 是我們本人的 之後 Ghost Gap Sniper 不斷瘋狂的殺人 現在是偉高石 殺了一隻雷神 那就GG了 希望大家經過這個視頻 就學到怎樣可以打一隻 輔助一點的